武漢疫情迅速蔓延 中共對虛擬專用網VPN加強了審查 大陸用戶訪問谷歌、推特和多數國外新聞網站 變得更加困難 前大陸資深非政府組織人士楊占青說 中共的重點不是防疫 它主要釋放民心動搖 在防疫過程中投入很大的精力去維穩 2月17號 南京女網友金研發視頻 批評中共掩蓋武漢疫情 導致病毒失控 如今仍在草菅人命打壓言論 2月15號 一位武漢女網友王曉曉說 她的父母在家等死 有錢買不到藥 也住不上醫院 沒有人關心平民老百姓的死活 但是我已經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滿院子的人在醫院裡面 沒有病狀 沒有醫藥 CCTV講的那個新聞全部都是假的 全部 王曉曉說 病人和家屬是無助的 那些絕望的哭聲促使她要為武漢人發聲 為全中國同胞發聲 目前武漢肺炎疫情持續擴散 各地醫院人滿為患 眾多患者求醫無門 在家等死 造成全家感染 死亡案例暴增 武漢幾乎成為死亡之城 運濕車滿城跑 但中共仍在刪帖抓人粉飾太平 欺騙國際社會 2月14號 有網友上傳一段視頻並復文說 一位年輕人因拍視頻發疫情信息 被重慶市南岸區南泉鎮近10名警察上門 扣上手銬帶走了 新唐人記者 陳翰 李韻 李佩玲採訪報導 接著 製造 XD XD 谢谢观看